嫌弃熊狮没有男子气概 迟迟不肯为他生孩子 摸狮找对象的标准有多高 动物园内这对狮子夫妻 一起生活了快六年之久 但是一直都没有孩子 急得远方直挠头 他们不明白 明明很早就安排住在了一起 为什么迟迟没有孩子 难道他们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了吗 带着这个疑问 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决定 对着两头狮子做一个全身的打踢剪 等检查结果出来后发现 两头狮子身体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的安定 也都正直壮年 可为什么就是迟迟没有结果呢 工作人员决定对他们进行监许 随后便发现 虽然两头狮子住在一起 但却处成了上下部兄弟 熊狮虽然有传宗接待的想法 但每次都会被母狮无情拒绝 看来问题是出在了母狮身上 工作人员想了个激进的点子 决定给母狮打上一剂排卵剂 且不论行为是否正确 结果呢反正是不尽人意 实现工作人员悄悄靠近母狮 对着母狮的屁股就是一针 不承想 牧师受到惊吓到处逃窜 跑到了高处 旁边的熊狮看到牧师情绪激动 立马向歪了 紧跟着牧师的屁股后面跑 这下可让牧师对熊狮更加嫌弃了 甚至现在直接不让熊狮靠近自己 认为啊 熊狮就是个彻彻底底的流氓 这可如何是好 没办法 动物园只好向外界求助 外界专家认为 很有可能是熊狮并没有展现出 他应有的雄风 因为熊狮很早就被关在了动物园里 每天一来伸手翻来张口 熊狮这个没出气的样子而感到嫌弃 提议以后 不要让熊狮那么轻易的就拿到食物 没想到这提议还真就奏销了 只见 拿熊狮眼看食物就在眼前 但是吃不到 内心的野性逐渐被唤醒 发出了低吼声 这时牧师也被熊狮的声音吸引了过去 就而就之 竟然奇迹般的对熊狮产生了好感 两头狮子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后代 不得不说 牧师找对象 也是很有原则的 熊狮地位不保 面对牧师打不还手 这么怂的熊狮 这样竟然还能当上失望 其实熊狮并不是一直保持自己的高地位的 有时候因为自己或是因为其他外地因素 熊狮甚至会遭到牧师的殴打或嫌弃 牧师嫌弃熊狮的情况并不常见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就比如在捕猎的时候 牧师们在捕猎的时候都是分工明确 分别负责追击和围剿 并且牧师体型较小行动敏捷 一般不会被利用发现 而熊狮就不一样了 虽然熊狮力量出众 拥有很大的威慑力 但是因为体型较大 速度不占优 经常会把猎物吓跑 然后遭到牧师的嫌弃 毕竟这完全是得帮盗毛 好好的美食到嘴里飞了 当然如果遇到大型猎物 为了照顾牧师 顺便展现自己的风采 熊狮便会主动出击 他们会和猎物消磨时间 待猎物筋疲力尽的时候 将其撂倒 挽回点自己的颜面 因为就算是狮子 也不想被扣上耗吃懒作的帽子 别看熊狮一脸威风的样子 面对牧师还是乖乖的低下头 这不 这只熊狮 但却被三只牧师子围攻 而且极其狼狈 让人不禁怀疑 这还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狮子 其实有时候 狮子的外貌 也是牧师贤气的原因之一 广东赏银动物园里 有一只名叫阿航的公狮 本该拥有霸气的宗毛 却是一头柔顺的七流海 搭配呆蒙表情 霸气全是人 瞅到老婆都看不下去 牧师一脸嫌弃 也不用回头看的样子 这一幕实在是太真实了 动物园发声名称 这是阿航自行打理的 过了一段时间后 可能连阿航都觉得 这个发型太丑了 自己又把他竖成了帅气的中分头 果然呢 妻子的态度好了不少 不禁让网友捧腹大笑 原来狮子也看颜值了 当上狮王的雄狮 为何不亲自狩猎了 狮王表示 我有更重要的任务 狮子与老虎 都是位于食物链的最顶端 狮子是母系社会 最直观的表现 就是在捕猎的时候 在狮群中 牧师为主要的猎手 他们通常为整个群体 寻找食物 狮群通常有一只狮王 几只母狮和他们的幼崽组成 当母狮发现猎物时 他们会组成小队 通常有两到三只母狮组成 他们会使用机体协作的策略 例如通过包围 追猎和捕杀来捕获猎物 狮王在狮群中 主要负责保护领地 以及在面对威胁时 展示自己的威严和力量 有时候狮王也会亲自参与不灵 尤其是当猎物较大 或群体中没有足够的母狮时 在这种情况下 狮狮则会发挥 更直接的猎狮者的角色 别看狮王平常 看起来无所事实 其实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 要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 可是大草原 狮群经常会受到 别的动物群体的攻击 有时还会受到别的狮群 或者是流浪熊狮的挑战 如果狮王赢了 则可以乘胜追击 要了挑战者的命 反之如果挑战失败了 狮王也同样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或是成为流浪者 与其他流浪者结盟 或是挑战其他狮群的领袖 亦或者自己重新组成一只狮群 如果流浪的狮子 在挑战中胜利了 就会第一时间 咬死这个狮群的幼崽 因为只有在没有幼崽的时候 母狮才会迎来发情绪 让狮群繁衍下去 如果有的母狮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则会主动离开 把孩子抚养长大后 再加入到狮群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